送出88粒粥金蟲果 分享佳節歡樂 祝你眾善恩得善果 當人人都全面投入清潔香港 然你還亂丟垃圾 就等於亂丟自己的錢 缺乏功德, 應有懲罰 飽受辣的, 地球探飾 忽然惡好, 外星襲擊 原來是笑聲救地球 1月6號晚禮 還有4個多小時, 就是90年代的來臨 我們是聯同一班演藝界的精英 在維多利亞公園這裡 和大家度過這麼歷史性的時刻 記住, 8點鐘, 演藝同歡, 新里程 千萬不要錯過 稍後見 無線電視緋翠台 齊心同步創90, 風雲十載, 香港蜕變系由 星保牌家庭電器 金利來率三嶺泰皮具 廖創興銀行 東方日報 IDD直通國際電話 海馬牌產品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 及沙池意大利真皮皮具系列 聯合特約播映 歡迎收看香港蜕變這個特別節目 80年代就快過去了 香港這個地方雖然小 但是近十年來發生了很多大事 幾乎令到香港人呼吸不到 在過去十年來 我們除了受到香港前途 國籍和政制等等的信心問題所困擾之外 還要面對越南船民、非法入境者、外地勞工 和種種群眾運動所帶來的衝擊 另外也要承受一些天災人禍所帶來的破壞 正所謂十年人士幾翻身 香港的物價在80年代又翻了幾翻 好像十年前買份報紙是五毛錢 不過現在買份報紙要兩元 其他的消費也都上升了很多 不過值得慶幸的 就是隨著一些大型建設的落成 和經濟的增長 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是不斷得到改善的 到目前為止 香港仍然是東南亞較為富庶的地方之一 相信大家還記得 十年前 香港還沒有東區海底隧道 沒有電氣化火車 沒有套路港公路 沒有地鐵 沒有東區走路 沒有氫鐵 也沒有香港仔瑞獨 過去十年 這些大型交通設施不斷落成 香港人可以陸續地享受到它的成果 在這些設施背後 香港實質上起了些甚麼變化呢 最明顯 十年來的交通幹線和網絡的不斷發展 間接地為建立新市鎮 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人口逐漸由籌密的市區 遷移到近郊 原本分成港島、九龍、新界的三個地域 界限逐漸模糊 八十年代初期 只有百幾萬人住在新界 到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一倍 即是說全港五百七十幾萬人口當中 起碼超過三分之一是住在新界的 新界人這個名稱 再不單是指原居民 他還包括由市區搬入新界住的人 真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在八十年代亦都相繼長大成人 並且陸續組織新家庭 不過他們普遍趨向辭婚 並且出現一種令人擔憂的現象 就是離婚率急劇上升 八零年一年之內 只有二千八百多宗申請離婚的個案 但是到了八百年一年之內 就有五千八百多宗 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由於離婚以及分居的個案增多 單親家庭亦都多了 所謂單親家庭 就是指子女指得一個父親 或者母親照顧 根據統計 八百年有十萬個單親家庭 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了八十年代 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香港的總人口十年前是五百多萬 到現在已經接近六百萬 不過人口雖然增加 出生率就反而下降 八十年代初期 香港的出生率大約是千分之十六 每年大約有九萬個嬰兒出生 到了近年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十二左右 即是出生的嬰兒一年不到七萬 在亞洲的地區當中 香港的出生率低是數一數二 和一些西歐國家相比 更加是不相伯仲 香港出生率持續下降 主要的原因就是 年輕一代很多人不願意負起養育子女的責任 所以普遍實行節育 一些受引的婦女也不顧一切地墮胎 八十年代初期 只有大約一成婦女曾經非法墮胎 到了最近已經超過兩成 其中很多都是到中國內地做墮胎手術 以全港已婚婦女來計 每五個之中就有一個曾經墮胎 數字相當驚人 隨著出生率的下降 家裡年幼兒子女變得越來越少 老年人的比例急劇增加 八十年代初期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只是佔全港人口大約百分之六 到今年這個數字已經接近百分之九 政府估計到九十年代末期 香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將會達到九十萬 大概佔全港人口百分之十四 隨著人口急速老化 家庭很容易出現解體 例如家裡只有一個子女 他們長大之後如果離開 這個家庭就只剩下父母兩個人 如果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 是否仍然可以稱為一個家 就成為移民 家中的成員減少 如果有一個有病 或者有特別事故的話 可以得到其他家人的照顧的機會 就相應減少了 其實到了現在 家庭所發揮的作用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了 老人家因為晚景淒涼而自殺的個案 也都增加了 在八十年代初期 全港老人的自殺率是百分之二十幾 到了現在 已經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了 香港人口急劇老化 不過政府並沒有相應的對策 就以退休制度為例 在八十年代尾 即今年的十一月中 中班員工就退休問題所引發起的工潮 正好顯示出問題精結所在 目前全港有大約五萬幾個私人機構 但是只有七千一百幾個 是自願推行退休金制度而已 如果按照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增長率 即是說要等多成三十年 所有的打工仔才可以得到退休保障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央公積金就成為了八十年代一個重大議題 很多勞工團體都希望政府從長遠計 設立中央公積金 提供較為完善的退休保障 但是港督慰逆著士 在八七年正式否決了這項建議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對經濟會帶來不良的影響 這個理由正好反映出香港部分僱主的想法 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香港長期發展是缺乏承擔的 而一些人士就提出 政府這種做法是一種短時的社會政策 可能為未來的特別行政區帶來困難的 八十年代的香港出現了一個以前從未碰過的問題 就是勞工短缺 一些製造業的僱主認為 現在比過去任何時間都缺乏勞工 他們要求政府准許輸入外地勞工 而行政局在八九年五月 也都同意放寬輸入技術勞工 但是就引起了本地勞工界的恐慌和不滿 八十年代本地工人對自身的利益 已經較以前醒覺了很多 一些學者指出 當本地工人發覺利益受到侵犯 並且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的時候 工潮隨時可能會爆發 甚至會引起社會的動亂 他們認為在現在政治敏感的時刻 這個問題更加需要慎重考慮 好 時間要和今天也是一樣 好 靜然盡快解決我們這次工潮 好 其實在過去十年 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 非法律景者和越南難民 已經舒緩了本港部分勞工短缺的壓力 但是與此同時 他們也為本港的民生、經濟和住屋方面 帶來另一種壓力 自從80年10月 港府取消底履政策 實施職部職界措施之後 由中國大陸偷到來香港的非法律景者數目 曾經由一年幾萬人下降到幾千人 但是到了86年期間 數目又再上升 而且仍是有組織這樣偷渡 他們很多都是來香港做廉價黑市勞工 為了壓止這種趨勢 政府在88年5月 決定修改法例 對非法律景者採取檢控行動 罪名成立 最高可以被判入獄三年 這個辦法終於產生左下作用 非法律景者的數目開始下降 不過仍然維持在萬幾人這個數目之內 問題始終得不到徹底的解決 至於越南難民和船運的問題 就更加頭痛了 過去十年來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香港 80年闖入香港水域的越南人 一年之內只有六千七百多人 但是到了89年 頭十一個月就已經有三萬二千多人了 換言之 本港88年6月實施的難民因別政策 所產生的阻嚇力並不足夠 到了80年代就快完結之前 港府決定實施當然遣返政策 希望可以起到有效的阻嚇作用 中國政府曾經多次表示 英國是有責任在97年之前 解決香港的越南難民和船民問題 而本港一些居民和團體 對越南船民也都開始產生一些排斥的情緒 看來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早日解決 社會不安的因素 依然會繼續在90年代存在 越南難民、船民加上非法入境者 在過去十年 對香港的經濟、治安和民生 產生了不少影響 而這些影響 不僅一次使得當局有關政策失去余船 並且帶來不少後遺症 例如使得部分港人對越南人 產生了仇視感等等 至於本港到目前仍未達到 理想目標的住屋、教育和交通等等問題 在過去十年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下一節我們再和大家逐一回顧 待會見 Gordiaan 今年來 男人的世界 我信賴廖創興銀行 因為他們實力雄厚 創興卡服務已擴置整個銀通服務網 遠到珠海、深圳都拿到錢 購物消費用二辦事付款 認真方便 又有各種形式的貨幣存款任我選擇 低息樓宇分期付款幫我置業安居 廖創興銀行處處為我著想 助我創業卿家 錄影機錄過次數頻密 池頭容易髒 影像就模糊不清 日立推出全新VTM728E錄影機 世界首創AHC池頭自動清潔系統 每當錄過時均能清除污漬 使效果每次都這麼清晰 兼據多項資料螢幕顯示 日立VTM728E錄影機 日立牌 新華旅遊幫你拋開一切 和你盡情歡樂 新華旅行社為你精心安排泰國旅行團 偏由佛國秀麗景色 盡常珍修美食 吃喝玩樂節目一流 使你獲得更多旅遊享受 旅遊園 風濃濃濃海 風情光 雀在新那盲新華 Milker溫情懼注 共享心中情 酸奶大亨 和紫色與牛 將心中情送女伯爵 希望進子溶作的心中情 可以令她由冷冰冰 變成高高興 呂伯爵果然心花怒放 還將心中情到處和人分享 你也有份的 Milker心中情 全港店全線推出 第四十回紅白大戰禮 頂尖歌手傾巢而出 可能是最後一屆 原來還有我們的譚命倫 記住今晚教正條天線 全日本紅歌聲大賽1989是由 健康飲品益力多及益力加 精工標 聯合特約播影 八十年代的香港 不單一次經歷過銀行危機 股市風暴 港元幣值下跌 地產市道低落 以及工商百業蕭條等等 不過都已經一一過關 到現在 香港仍然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而且在亞洲四小龍當中 人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地區 不過香港人平均的收入雖然是高 但是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支出也不少 尤其在住那方面 過去十年香港的樓價不斷地攀升 所以不少住在私人樓宇的市民都要捱貴租或者供貴樓的 但是這方面的支出已經佔了他們收入三至四成 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入住較便宜的公營房屋 到目前港府已經為一半的人口提供到公營房屋 不過仍然不及得新加坡 當地的政府已經為七成的人口提供到公營房屋 究竟香港政府到何時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呢 在這一節我們會先從公營房屋開始 看看在過去十年香港在住的方面的發展 然後再和大家看看其他民生的情況 自從前港督麥里浩在七十年代初期公佈十年建屋計劃之後 很多人都以為香港的住屋問題到了八十年代 基本上就可以獲得解決 但是誰知道當踏入八十年代之後 接種而來的是通貨膨脹 銀行利息高企 地價不斷上升 再加上大批由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 非法入境者和越南難民 香港原來的建屋計劃頓時間變得大失如算 1982年 尤德著氏接任麥里浩昏著成為港督 當時全港只有四成多人可以享用到公營房屋 到現在八十年代就快過去了 這個數字也只不過上升到大約五成 政府說還需要多十二年 即是到2001年才能滿足到全部需求 正當港府為建屋的問題頭痛的時候 偏偏是1985年又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二十六座早期興建的公屋被人發現石屎強度有問題 對住客構成危險 然後第二年又再發現多另外幾十座公屋的石屎有問題 這兩次事件對政府的建屋計劃投下了陰影 結果政府決定由1987年到2001年之內 分期重建五百二十七座公屋 看來港府現有的建屋和重建計劃 都將會全部跨越1997 八十年代 港府除了在建屋和重建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之外 在清拆方面也做了一件令人出乎意料的事 1987年一月 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清拆九龍城寨 這個一向被視為三不管的地方 從此成為歷史陳述 不過城寨居民的賠償和住屋分配問題 就成為港府一個沉重的包袱 除了住屋方面的支出之外 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在其他方面的消費 也都是相當驚人的 究竟八十年代香港人的消費形態是怎樣的呢 在普通消費方面 比較值得注意的 就是被稱為連鎖店的集團經營方式的出現 這些店舖都是以分布廣 噱頭多 運作快健清的 他們在市民當中 造成了一種凡事都以方便為主的新消費形態 這種形態由於模式接近 因此將不同階層的人士不自覺地拉近了 而在高級消費方面 香港在八十年代成為了一些高級消費品的主要市場 好像歐洲一些名貴房車 以及法國一些陳年白蘭地酒 就是其中一些例子 消費過分狂熱帶來一些不良的後果 最顯著的就是通貨膨脹 另外就是追求物質的觀念越來越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 犯罪所涉及的金額也是越來越大的 譬如八八年警方接獲舉報的商業罪案 所涉及的失款額是達到六億四千萬 比八七年是多了接近四億的 至於罪案的形式亦都越來越複雜 就好像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保生銀行戒款車 駭劫案那樣 當時四個男人為了打劫 再有價值一千五百萬元的保生銀行戒款車 不惜在中區和警方擊離槍截 結果導致一個路人死亡 另外兩個人受傷 五天之後警方根據善報 在銅鑼環滿沙街這個單位 再經過一輪激烈的槍戰後 才將匪徒拘捕 到了一九八五年九月 警方圍捕尖沙咀中信標行劫案的匪徒 有 嫌幫你 那些賊 被藏在跑馬地乘和道一個單位 M убий 這 gens 警方出動飛虎隊 而且發射百多響的催淚彈 在這次行動當中 警方拘捕了七個男人 以及起出三支手槍 至於青少年犯罪 在80年代也越來越嚴重 80年只有4500多宗 但是到了87年就上升到7600多宗 去年雖然回落了少許 但是情況仍然令人擔憂 有些人認為青少年犯罪情況惡劣 是應該歸咎於80年代的香港教育制度 而剛好在80年代結束之前 就發生了三宗校園暴力事件 一個教師和三個學生被人斬傷 究竟這些事件 是不是顯示出本港的教育制度有問題呢 自從政府在70年代末期實施9年免費強迫教育之後 很多人都以為到了80年代 香港的教育質素就會有所提高 事實上是不是呢 政府為了改善教育質素 曾經在81年到83年 聘請了一個國際顧問團 就本港教育進行全面檢討 結果發現本港的教育制度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他們建議採取母語教學 減輕考試的壓力 改善CG的質素 以靠發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 以及設立一個常備的教育政策組織 這些建議受到教育界人士普遍的歡迎 現在80年代就快過去了 有關的建議已經逐步實施 至於成效有多大呢 就唯有寄望90年代了 除了教育是一個難開解的結之外 交通亦都是另一個難題 就好像洪磡過海隧道 以及沙田獅子山隧道那樣 交通擠塞的情況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完善的解決辦法 雖然當局曾經嘗試採用加稅和加費的辦法 但是都無補於事 在80年代中期 政府曾經想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來控制交通流量 但是由於關乎駕駛人士的私隱問題 受大部分人反對 除了擠塞問題之外 80年代的交通意外 也都特別嚴重 好像84年的電氣化火車在上水出軌 同年的跑馬地巴士大車禍 86年的屯門巴士大災難 88年輕便鐵路通車後的連串意外 以及去年中航客機在啟德機場雨中墮海等等 都是轟動一時的 每當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就會有人聯想 本港醫療服務是否足夠的問題 在近年來 政府醫務人員不斷地流失 使得公立醫院 人手不足 服務質素下降 其實這個也是政府另一個難開界一結 在下一節我們會和大家回顧一下 80年代香港的醫療服務 環境衛生 以及各種天災人禍 對本港所造成的破壞 另外我們也會和大家回顧一下 在80年代初期在本港發生的兩次大騷戀 待會見 更可接駁星寶牌最新推出的多疊兼容雷射影音機 星寶影音系列 完美聲色 無懈可擊 海馬牌推出新款PU棉皮 為寒冬帶來溫暖 裏面的PU棉充滿透氣小孔 暖得來不會焗身 外國布料輕柔美觀 不用用皮袋 還可以做床蓋 而價錢同樣令你喜出望外 海馬牌PU棉皮 再次打破便宜的無好的定律 難怪海馬家庭用品 就是信心的標誌 我到底在這裡找不到 你怎麼搞的 為甚麼找不回來 我們和Mae也買到的 這件也不錯, 多可愛 上次買的這件質地好一點 不用去看看 Mae Mae, 我啊 你那時候去加拿大買一件T-shirt 是給兩家買的 Mae, 她是否找她 是哪兒來的 打IDD, 甚麼都可以告訴她 哎呀, 士多芙 獨特風格, 準確貫斷, 堅毅來歷 都是參加勞力士肯得機三天騎術大賽的缺要條件 花腹型太優美 考驗馬匹的服從性 世界冠軍路線體隔年 充分表現出優秀跳躍技巧 和無謂精神 跨欄更需要頑強鬥志 風格獨特 判斷準確 堅毅來歷 策劇風采神魂 日內瓦勞力士雜魚一身 來自意大利的震撼Stonehaven Deluxe, Deluxe 高貴, 優美, 溫馨嫩兒 Deluxe first long, 大班皮球狼 劇馬令我享受到一個奔放的世界 回到家, 消除一個疲勞 我會吃綠牌正運春綠尾巴 綠牌品質特介, 舉世知名 想學我做事乾淨十足 我就推薦你吃綠牌 綠牌正運春綠尾巴 東方紅集團獨家發售 還有四個多小時就是九十年代來臨了 記住, 八點鐘的演藝和歡山里程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一起共渡這麼歷史性的一刻 如果你是傷殘人士想找工作的話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的職員會盡力幫助你 為你提供職業輔導及技能測試 替你為一份適合的工作 請便展能就業科 三七五五四八三五 在今年初 當政府醫護人員採取公約行動的時候 就有立法局議員提出批評 說政府在過去二十年 都未曾改善過本港的醫療服務 究竟本港醫療服務 是不是真的一無是處 平程而論, 過去二十年 政府並不是沒有嘗試去改善 醫療服務的水平 走廁醫護人員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和六十年代相比就已經提高了 而另外, 過去幾年 港府在醫療方面的開支也都不斷增加 增長的速度每年是百分之八至九之間 是遠遠超過通貨膨脹的水平 究竟為什麼港府的醫療服務 仍然遭受猛擊呢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社會起了變化 一方面, 人口增長了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自然是有所增加的 而另一方面, 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提高了 自然是對醫療服務的期望比以往是提高了 面對種種的批評 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改善醫護人員的待遇 擴充醫院服務 和提高醫療設備的水平等等 不過這些其實都是政府以往走過的路來的 反而在推廣醫療設備 和改善基層的醫療服務方面 政府所做的功夫顯然不足 有些批評者認為 要改善本港的醫療服務 就要先由這兩方面下功夫 而不是將資源投放入醫院服務方面 過去十年來, 政府經常抱怨市民濫用醫院服務 尤其是急症室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一些醫護界人士說 主要的原因是香港一般市民 缺乏普通醫療常識 對一些普通病症的處理方法一無所知 一遇到緊急情況 就不知所措 只能夠訴諸醫院的急症室 他們又說 香港人的衛生常識 如果能夠充實 也可以間接減少病症發生的機會 他們相信 政府如果能夠做好這方面的教育 市民對整體醫療服務的需求壓力 自然是會相應減少 在基層醫療服務方面 港府在戰後曾經有很多成就 例如消滅了傳染病 和降低了嬰兒腰節率 但是自從八十年代以來 港府的基層醫療服務就沒有甚麼發展 而其中一個極代改善的 就是對老人提供醫療服務 香港的老人人口不斷增加 而老人家可以說是醫院的常客 但是很多時候 老人的健康問題 是身體普遍轉弱的必然現象 其中很多是老年病 一般醫院服務 根本就不適宜解決這些問題 因此這方面的基層醫療服務 是極代發展的 至於環境保護問題 在八十年代也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管制空氣污染方面 政府除了實施固定的空氣管制區 除了監察工廠噴出的廢氣之外 還對噴出廢氣的流動車輛進行監察 在水質方面 當局又將吐露港和刺門海峽 列為水質管制區 監察工廠排出的廢水 同時政府又按部實施管制 擒速廢料的法例 不過由於影響到一些農民的生計 曾經引起過不滿 在噪音方面 八九年代開始 所有撞擊性打樁工程 都正式受到限制 這個條例 由草耳通過到實施 差不多經歷了十年那麼久 香港人雖然都希望盡量保護環境 但是對於這些天災人禍 就束手無策了 而這些天災人禍 往往是對香港造成很大的破壞的 好像八一年的木屋區大火一樣 有成五十多宗 其中屬於五級的就有三宗 八一年全年火災 導致有成四萬人無家可歸 而八二年的雨災也都十分嚴重 災情僅次於一九七二年的六一八雨災 這次雨災令到二十七個人死亡 百幾個人受傷 八三年的颱風愛輪襲港 影響的範圍就更大 那次是天文台在踏入八十年代之後 第一次懸掛十號風球 這場颱風一共造成十一個人死亡 十幾個人失蹤 三百幾個人受傷 超過一千個人無家可歸 除了天災人禍之外 香港人所擔心的就是香港前途問題 在八十年代初期 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 還未達成協議的時候 一般人是普遍存在抑鬱和不滿的 當時一些公用事業的加價和加費 頓時間變成火上加油 就像一九八零年 兩間巴士公司加價那樣 就引起大規模的群眾集會來反對 一九八一年 兩間電力公司多收了付加費的風波 亦都令到公眾哗嚴 一九八二年元旦 有人借提發揮引起蘇聯 一九八四年初 政府加稅加費 引致的士罷洗所爆發的蘇聯 就更加嚴重 有人說 這次是自從一九六七年蘇聯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 蘇聯發生之後的第十一個月 即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號 香港人的歷史時刻終於來到 中英兩國政府的首長 在香港人的見證 和海內外人士的注視下 在北京正式簽署了 香港前途聯合聲明 結束了漫長而艱鉤的談判工作 使得香港進入過渡期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在簽署協議之後就這樣強調 戴卓爾夫人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承諾 但是很多人都表示擔憂 香港政府在過渡期間 有可能變成一個 斃腳鴨政府 對很多事都有心無力的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九七年的大限逐漸逼近 而香港人對政治冷感的態度 也逐漸改變 政治意識不斷提高 有些人悲觀 有些人樂觀 有些人開始移居海外 有些人就開始積極參政 而在這段期間 論政團體紛紛湧現 取代了舊日所謂的壓力團體 而要求政府諮詢市民的聲音 也都是越來越高的 好似八五年通過的 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法案那樣 由於政府為了第一屆 有民選成份的立法局 能夠在那一年的九月順利誕生 就急急在當年的六月十二號 三讀通過權力及特權法案 以便將立法局議員 以有的權力寫成法例 但是結果條文裡面 有很多侵犯了市民的人身 和言論自由 引起各界 尤其是論政團體的猛烈披擊 87年3月11號通過的公安修訂條例 更加看到論政團體所發揮的影響力 他們發動群眾示威 要求政府撤銷公安條例 他們認為條例中關於任何人發表虛假消息 即屬違法是侵犯新聞自由 而政府就說這條條例不會輕易被濫用 到了89年有關的條文終於被撤銷 香港進入過多期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此起彼落 對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 再加上基本法各種方案的爭論 以及六四事件的影響 中英港三方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在下一節我們會和大家看看這方面的情況 以及之前英國在香港推行的非殖文化過程 一會見 我信賴廖創興銀行 因為他們實力洪厚 創興卡服務已擴置整個銀通服務網 遠到珠海、深圳都拿到錢 購物消費用二辦事付款認真方便 又有各種形式的貨幣存款任我選擇 低息樓宇分期付款幫我置業安居 廖創興銀行處處為我著想 助我創業興家 意大利的設計天才是舉世公認的 沙茨將意大利的藝術意念 融護專家設計 推出不僅外形美觀 還間隔實用的沙茨真皮皮具系列 意大利的藝術典範 沙茨真皮皮具系列 都市生活緊張 搞得個胃好不妥 好助有胃仙腰 胃仙腰雙層胃藥雙重效能 一吃了胃仙腰就喘喘舒服實 胃仙腰洗得好爺 新加坡虎頭錶區風遊 人人都買行銷各處處處風行 虎頭錶區風遊你我同信 第四十回紅白大戰禮 頂尖歌手傾巢而出 可能是最後一屆 原來還有我們的譚命倫 記住今晚教正條天線 全日本紅歌聲大賽1989是由 健康飲品益力多及益力加 精工標 聯合特約播影 當你懷疑有兒童受到虐待 就應立即舉報 這樣做可以有機會 儘速挽救被虐待的兒童 也可以幫助到有問題的家庭 使他們獲得專業人士的 輔導和適當的援助 舉報約而請電 九龍的四三二二五五 或者是九龍的七五五一一二二 自從中國宣布在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之後 英國隨即在香港部署非籍文化計劃 他首先頒布英國新國籍法 限制持有英籍護照的香港人移居英國 然後呢 又在香港逐步推行公務員本地化 以及政府部門私營化計劃 在過去十年 隨著非籍文化的步伐加速 香港的政制也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好像八二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一樣 就令地方選舉 繼市政局之後進一步得到發展 同時也都令到香港市民 對政府的服務和政策 算是泛絲多了發言權 是明治的選擇 那種情況 到了8.5年更加踏前一步 屬於中央架構的立法局 第一次有間接選舉 而一些立法局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再不是效忠英女皇 而是效忠香港人 本人謝智慧 以致誠據實聲明及確認 本人必定維護香港法律 並且必定以立法局議員身份 聰誠而確實為香港市民效力此誓 到了188年 港府的政制檢討白皮書 更加承諾在91年立法局 將會有直接民選議席 香港將會發展代議政制 這一連串的發展 令到正在起草香港未來基本法的中國政府感到溫滿 認為英國是想將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加快 還政於民 逐步建立一個由英國培植的香港政府 和中國抗衡的 保障英國在97之後 在香港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英兩國政府的關係在80年代 就曾經多次出現緊張 而最先引起公眾關注的呢 就是85年尾發生的本子風波 言下之意就是指港府在英國的同意底下 緊急於改動香港的政制 目的在於造成既成事實 要基本法遷就代議政制 代議政制的發展 雖然受到中方的指責 但是就受到香港一些論政團體的支持 86年11月 由91個被稱為民主派的民主派的論政團體 由91個被稱為民主派的論政團體 議員是由直選產生 至於行政長官就由立法機關的議員提名 再由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選出 這套想法發展到後來就成為一九零方案 即是說有一百九十個團體支持 而在高山大會召開兩天之後 另一派屬於工商專業界人士的基本法之委 就提出了另外一套叫做八十九人方案 主張九七年立法機關議席 應該以功能團體選舉為主 直選議席最多只是佔四分之一 至於行政長官就要由一個包含有 各個功能界別人士的六百人大選舉團選出 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到直選可能帶來的對抗政治 香港一定要維持一個有能力經濟繁榮下去的環境 而正在一九零方案 和八十九人方案爭論不休的期間 前港督尤德著氏 就先後幾次北上 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官員 商談有關政制改動步伐的問題 但是期間他不幸逝世 和中國民地區物証 看起來 apolog有關ald 為契信著氏接任港督後 為契信著氏接受緳的公務院港督 1987年10月 眾應雙方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終於取得了一些共同的看法 加持這個九零月通過的這個基本法 裡頭又直選 那麼九零月事項直選 我們不反對 88年4月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經過兩年多的討論 終於通過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由於草案裡邊 對於最負爭議的行政長官 和立法機關產生的方法 都沒有定論 所以 徵求意見稿裡邊 就列出了多個不同的方案和意見 給香港各界人士討論 到了88年9月 第一輪諮詢期就要結束 但是由於不同陣型的意見 仍然相持不下 於是內地草委就說 由於時間緊迫 有需要將不同的意見協調 希望香港國家能夠對一些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方案能夠取得協調 能夠有一些讓步和妥協 爭取有一些共識 早日解決我們這個 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 四天之後 在廣州舉行的基本法專題小組會議 就有新的發展 由當時的草委查良庸 和查濟民所提出的商查方案獲得通過 成為所謂主流方案 主流方案建議 97年後的立法會 到第三屆 即是2003年 才有一半議席由普選產生 至於行政長官 主要就由推選委員會選出 主流方案還建議 在2012年舉行全民投票 決定未來的行政長官 和全部的立法會議員 是否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不過 主流方案出現之後 立即引來批評 說他比最保守的方案還要保守 雖然如此 主流方案 終於在炒炒鬧鬧的氣氛之下 經過人大常委會審議 正式納入基本法草案之中 不過 在這段最後的諮詢期間 亦即是在8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 發生了北京六四事件 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問題 再度激化 打倒你爬 基本法的草擬制定 接著就陷入了低潮 而中英兩國更加是處於麻戰的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 就推出了一個有關香港未來政制改革的方案 建議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 到2003年就全部議席都由直選產生 至於行政長官 亦都會在2003年用直選選出 但是兩局這個共識方案一推出 馬上就被中方視為是港英政府的方案 還聲明說不作考慮 在這樣的中英對市的局面下 一些改革部份比較保守的方案出現 就同樣被認為是中方的方案 一會兩局方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至於後來由工商專業之委 民主派和中間派的人士一起協調 提出的四四二方案 由於當中的民主派 很多人是參加了支聯會 因此這個方案也得不到中方的同意 支聯會一直都是堅持北京現政權 要對六四事件負責的 這種要求令中國領導曾認為 有人是想將香港變成 顛覆中央政府的基督 確實國際上有一些人 想要把香港成為一個顛覆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來攻擊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這樣一個基地 另一件事使中國不安的 是在六四事件之後 英國呼籲西方國家關心香港問題 十月二十六號 中國總理李鵬在接見外賓的時候 公開指責英國是打國際化牌 拉攏西方國家在香港搞變相共管 是想延長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 中英關係再度變得緊張 雖然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厚 最近就中港關係曾經這樣說過 但很多人仍然未敢樂觀 到明年春天 本法就會正式公佈 至於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這些原則 是會怎樣落實呢 到時就會更加清楚了 八十年代就快結束了 香港正在邁向九十年代 過去十年 香港雖然經歷了很多不如意的事 但是總括來說都是穩步前進的 好 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祝大家新年快樂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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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馬牌產品 廖創興銀行 IDD直通國際電話 東方日報 星保牌家庭電器 及金利來摔三嶺泰皮巨聯合特約播映